梁明提出想找艾米姐来作证 有可能真的是想带带你 但是也有可能是要娶大娘 你要把我降职啊 什么降职啊 我是给你找了个师傅 我都从总监变成主管了 还不是降职啊 人家艾米姐来了 我当然要给一个更高的头衔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让她当董事长都好呀 你看你 你现在脾气说话越来越冲了 艾米姐是我的师傅 她真的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一个行政总监 你难得有这个机会 你好好跟人学着点吧 你知道我求她多不容易 我可认真跟你说啊 艾米姐来了手把手地教你 我希望真的能看到你的进步 别再让人投诉你了 知道了 家里还这么严肃 这是业务总监的办公室 这边是我们的茶室 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 放在那一面 不能摆在这儿 太乱了 你看这台面 都擦干净了 这个地毯呢 怎么这么毛啊 应该吸干净吧 是啊 这应该每天都吸的 整个空间 这个色彩特别协调 我觉得特别好 王先生 这要我们的东西 就一个方向去吧 很宽敞啊 这光线还是不错的 就是觉得这部分有点乱 再怎么重新摆一下 确实是 忙吗 不忙 来 那个艾蜜姐你认识吗 认识啊 以前是中坊外貌的 怎么了 你知道简爱为什么要她来吗 不是说想让她来 带带你吗 简爱也是这么说的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这个梁冰和艾蜜姐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关系可挺好的 当然有可能 是我想多了啊 你想说什么呀 没什么 就想提醒你 以后小心点 你不把话说明白 我可不让你下班啊 上次你不是和梁冰 吵了一架吗 你不是和梁冰 好像就从那次开始 梁冰提出 想找艾蜜姐来作证 有可能真的是想带带你 但也有可能 是要取代你啊 取代我 也没那么容易吧 那当然了 你跟简爱什么关系啊 你俩感情那么好 但是再好的感情 也架不住胖人说暖道死了 你说我跟梁冰到底有什么仇宝 他干吗呀 就这么几次三番的针对我 哎呀 安静奥啊 我觉得你是真傻 在咱们公司从上到下 谁不知道啊 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 虽然是我跟梁冰两个人在坐 但是于情于理 他都是你的呀 我倒是无所谓啊 只要你想要 我随时拱手向让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但梁冰可就不一样了 你在这儿一天 对他就是最大的威胁 他肯定是想方设法地 要把你赶走 你走了 他就完了 那我就还偏不走了 我倒要看看 到最后到底是谁 把谁给寄走 我看好你